家長們通常都會問 我都知道應該要怎樣管教小朋友的 我經常都看很多書 聽很多不同的意見 又或者可能互相朋友之間交流很多心得 但總是會有某一些位置去到一個位置 逼不從心 很多時候都會說請教老師 請教校長 是否有些品格 或者培養品格的一些訓練 在學校在課程當中 都會很容易幫到小朋友 是的 我們會透過一些遊戲的形式 因為小朋友都給他們親身體驗 去實踐中學習 所以我們有一個主題 就是用感恩去出發 我們有一個叫做感恩愛有好媽媽的活動 我們在一星期裏面 有小朋友帶一些公仔回來 模擬BB去照顧小朋友 他們就要揹在身上 也要去照顧他們 在一個星期裏面 其實小朋友有很多體驗 當中他們有說過 原來照顧很辛苦 因為要一吞 因為他們一直都要抱著他 要揹著他 他們連洗手的時候都要去 他們都會用一些分享 他們都會告訴他 原來照顧真的不容易 原來他體驗到 媽媽做這些工作真的很新勞 老師也都教小朋友 幫他們按摩 然後就說 原來媽媽都這麼辛苦 不如我們去抱抱一下他 和他按摩 他們就覺得媽媽的回應 很開心 因為他們的行動是很貼心 是的 如果我來說 我們在自律的品格主題裡 我們就教小朋友在家裡 幫家長做家務 嘩 這個小朋友很好 在學校就自己 我們先實習了 例如怎樣去摺衣服 怎樣去洗碗等等 我們在學校設計了一個情景 讓小朋友學會了 我們有一個活動篇給家長 讓家長回到家裡 幫我們記錄小朋友 他自己選擇做什麼的家務 叫家長幫我們記錄 兩個星期 給了一些讚賞 然後那張表拿回來給我們學校 老師見到之後 都會跟其他小朋友分享 和我們都會讚賞小朋友 那個實踐的效果 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總會有些情況 我都知道你很想幫忙 但現在媽媽真的很忙 或者真的 不想快點做完 可能要出家 或者可能要去其他地方 都有時候會想 是暫時拒絕他們幫忙 暫時的 但都想的 總會有這些情況的時候 又應該怎樣處理呢 如果在家裡 其實我們先會跟家長說 希望家長能夠放手 因為家長很緊張 給他洗碗 會不會打爛了 擦桌碗 洗膠安靜 所以我們希望家長和小朋友商量 互相商量 究竟小朋友在家裡 想做什麼家務 可不可以給他一些機會 設定一個時間表 我覺得家長都要放手 以及給小朋友 我們的家長都很乖 我們透過一些通告 透過和他們談談 大部分家長都願意 放手給小朋友 回來他們很生氣 因為我們有一個 矮劇好孩子的訪問 經常訪問他們 在家裡做什麼 基本上每個人都說到 證明家長 是給小朋友機會去做家務 其實做家務很重要 做家務是給小朋友 認識自己 在家裡的身份 責任感 還有自力 我覺得這方面 值得我們繼續堅持 上一集都問過兩位校長 關於他們各自幼稚園的辦學裡面 當然了 今集見到兩位校長 都要把握機會 不如先問一下葉校長 如果說到我們的辦學理念 我們應該是基督教學校 我們以基督耶穌愛的精神去辦學 因為我們由他校訓 他的教養系統 使他走當行的路 就是到老他入不偏離 這是我們這麼多年 扮好堅持的校訓和宗志 因為我們相信 每位小朋友 在神的角度裡都是很獨特的 我們按照小朋友獨特的 成長時間表 我們尊重他們每個人 所以這是我們最基本的辦學理念 以及我們一定要營造 共愛的氛圍 讓小朋友在我們學校裏面 愈快成長 如果說到入學的準則 有沒有一些家長 都頗需要留意的地方 因為可能聽完之後 或者覺得小朋友都頗適合入讀 都要開始有些準備工作 第一 家長要認同我們的辦學理念 因為現在我們的教育 其實不是自己單打獨特 也不只是學校做 是要加校一起合作 如果家長能夠認同我們的辦學理念 和我們一起攜手同行 我相信小朋友會學得更加精準 很多時候我都聽過 我有些朋友 或者可能在一些討論區 都會說 見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也會見了一些父母 趁著兩位校長 當然問問 是否有這樣的觀察 其實我們的面試很簡單 我們用遊戲的方法 用小組的形式 家長會帶小朋友去一間房間 去自由畫 這個畫的過程 老師就會跟小朋友聊天 跟著聊天 就會跟家長聊天 是 希望今集我們聽完兩位校長聊天 或者今集聽完兩位校長分享之後 我們有待到更加多東西 如何去照顧小朋友 如何去培養他們的好的品格 成長的道路很漫長 亦都希望他們 除了開心快樂健康之餘 都是培養好的品德 好的品格 到他們將來自己長大 無論去追求他們自己熱愛的任何東西 他有一個好的根基的時候 他都應該可以無往而不利 對 希望今天大家都得到很多東西 包括我自己 多謝兩位校長 謝謝 我們下一集 校長時校再見